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从北京出发 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 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地处亚洲中部 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并称为中亚五国 东西长1400公里 南北宽925公里 国土面积448978平方公里 人口3300多万 下设一个直辖市12个州 一个自治共和国 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行程 从北部的塔什干市到南部的苏尔汉河州 从东部的费尔干纳盆地到西部的古城西瓦 首都塔什干是我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 出到塔什干 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整洁干净 城市当中的高层建筑不多 街道笔直宽敞 城区的规划也是井井有条的 塔什干的绿化非常不错 在这里就能感受得到 栽种的这些树木多以松树为主 即使在冬季也能够绿树长荫 塔什干位于天山西路 在乌兹别克雨中意为石头城 又因为这里的日照充足也被称为太阳城 我们设计组呢 现在是来到了塔什干城市中心的 铁木尔广场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解这个 与中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国度 我们和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伊斯玛特教授 相约在塔什干市中心的天木尔广场见面 原型的天木尔广场是一个花园式广场 最初建于十九世纪 一百多年来 几度更名 虽然地处市中心 但是绿树成阴 闹钟取静 那我们知道塔什干被称为太阳城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塔什干的天气是有一些阴沉的 是不是这个季节都是这样的 塔什干被称为太阳城 可是秋天的时候塔什干才开始下雨 前几天下雨 今天 明天 预报说明天会下雨 乌兹比克斯坦与欧洲的劣质堆势灯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 其五个邻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土库曼斯坦 全部是内陆国 因为远离海洋 乌兹比克斯坦大部分地区全年降雨稀少 只有秋季降水相对较多 那在我们身后看到的这尊雕像呢就是铁木尔 那铁木尔在乌兹比克斯坦的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地位 铁木尔是在14世纪 同意了从地义中海到印度 这边从乌兹比克斯坦现代的那个土库曼斯坦到中国边境 同意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帝国 在这个雕像下方呢我们看到了有铁木尔的名字 那下面写的是什么 上面是用乌兹比克语 中间的是西拉夫 用俄语 下面strength is injustice 英语 还有下面有阿拉伯语 四种语言写成它的一句话 意思是什么呢 正义就是力量 正义就是力量 这是铁木尔的一句名言 天摩尔出生在乌兹比克斯坦历史名城 沙河离萨布兹 十四世纪 建立了横跨中亚和西亚 涵盖南亚部分区域的庞大帝国 虽然天摩尔在位的几十年间 大部分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 但是他对文化高度重视 善待被征服之地的学者 艺术家和能工乔家 在他的努力下 一座座向于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建立起来 提摩尔时代 我们就是它建立了好多个城市 主要是撒马尔汉 塔什干 西娃 沙克萨布斯 那些城市的你们去看 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有名的建筑物 大部分就是提摩尔时代建的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城市 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历史名城 对 那个当下我们的提摩尔这个时代的历史 我们分不开 离丝绸之路分不开 因为丝绸之路上 提摩尔时代的这个历史 也有很大的作用 丝绸之路连接东西 茫茫大漠中的这一座座绿洲城市 为商旅驼队提供了一个个休息之处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 是古代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之地 早在2100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 张谦初始西域 就曾经到达乌兹别克斯坦东部 开通了连接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 此后的2000多年间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座座丝绸名城 在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得益于乌兹别克斯坦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这些历史名城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收入 这些历史名城 也将是我们此次乌兹别克斯坦之行的拍摄地 采访期间 我们遇到了一对 骑车先来广场的年轻人 听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设置组 他们都很热情 非常喜欢 我们今天到塔斯坦 觉得这座城市非常地漂亮 而且绿化特别地好 在这边我看到 有很多自行车 是你们骑过来的吗 有 就是他们租的 租的那个地方 有人租给他们 租的自行车 那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就是他们很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大学生 这些年轻人是塔斯坦医学院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因为不少同学来自塔斯坦之外 他们会经常接班出行 希望尽早熟悉自己学习和生活的这座城市 对于我们这次拍摄 他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这些建议和伊斯玛特教授的推荐 不谋为何 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几座城市 都是这个古斯托之路上面的历史名城 那你们对于这个古斯托之路了解吗 四九九路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第二呢 四九九路的主要作用是 四九九路把东方联系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道路 到乌兹迪克斯坦采访前 我们就了解到 中乌两国交往历史悠久 天摩尔广场的偶遇 让我们对中乌关系友好 有了一次切身的感受 中国是经济发达的一个很有名的国家 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四级世界上很有名的 四级很有名的 对于中国你们是怎么了解到的 是从哪里了解关于中国的一些消息的 塔什干的城市布局 以天摩尔广场为中心 八条道路向外延伸 构成城市的核心地带 告别塔什干医学院的大学生 伊斯玛特教授带我们穿过 穆瓦罗乌纳尔大街 来到塔什干最重要的一条 东西想助干道 以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 卡里姆夫命名的 卡里姆夫大街 其实走在这个塔什干的市区当中 会感觉很舒服 街道很宽 而且绿化非常的好 就像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 人行道和马路会有大片的隔离带 塔什干的绿化 我们独立于我们的第一种东西 非常重视塔什干的绿化 塔什干气候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只是考虑到 怎样把我们的塔什干更好的绿化 所以堪寒的 我们开始种着堪寒的树木 塔什干有花园城市之称 沿卡里姆夫大街向西不远处 一条宽阔的绿化带 带给我们莫名的惊喜 这条绿化带宽约一公里 发跃于天山西路的谢尔河之流 齐尔齐克河从中穿过 河流两岸绿树成荫 景色宜人 我也去过二十多个国家 可是每次到哪个国家 每个城市 我还是喜欢回来塔什干 因为塔什干的气候好 你说的这个街道很寬 人好 像中国人一样非常好客 非常善良 心理非常开阔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们保送下去 我们可以这样合作 而是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伊斯玛特教授 曾经在中国山东大学留学 现在除了担任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 国际政治和历史哲学系主任 还是乌中友好协会副主席 对两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 从中乌两国人民的共同之处 他还谈到了一带一路倡议 给乌兹比克斯坦带来的积极影响 乌兹比克斯坦人喜欢中国 喜欢中国人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过程中 我们非常需要中国的帮助 中国的投资家 吸引中国的投资家进来 给我们帮忙 对乌兹比克斯坦人 对我们来说 有很大的一个好事情 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和中国发展 各个方面的关系 中国和乌兹比克斯坦 虽然并不相邻 但是古代丝绸之路把两个国家连接起来 如今中国和乌兹比克斯坦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乌兹比克斯坦积极响应 把加强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 列入乌兹比克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中乌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成国贤著 伊斯玛特教授介绍 米尔契约一夫就任总统以来 乌兹比克斯坦改革开放力度加大 吸收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发展乌兹比克斯坦经济 已经称为乌兹比克斯坦经济发展的共识 我们在塔赤干看到了有很多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 比如我们身后看到就是一个正在施工的楼房 是在建设什么 这是塔赤干新城市 新塔赤干 我们叫做新塔赤干 现在乌兹比克斯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我们新总统上来之后 在2017年5月份 政府通过了一个乌兹比克斯坦 发展五项经济改革战略行动 按照这个经济改革框架内 我们总统决定在乌兹比克斯坦各个大城市 建立这样的一个新城市 比如说这个是塔赤干的新城市 这个吸引的是外国投资 这有土耳其的投资 德国的投资 中国的投资 还有欧洲国的一些国家的投资 俄罗斯的投资 历史上 塔赤干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 公元前二世纪建立城池 六世纪时就以商业和手工业闻名 如今的塔赤干 古老与现代并重 站在卡里莫夫大街 遥望北侧正在建设中的塔赤干新城 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 也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天山西路斯路古城的活力 游异广场 倾听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夫妇 收养了来自不同国家的15个孤儿 走进中亚最早的地铁 感受塔赤干 一彩封城的地下世界 这个都是像茶湾 乌兹别克斯坦的夫妇 像中国人一样喜欢喝茶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节目《一带一路》 第四把六十二集 天山西路斯路名城 正在播出 塔赤干是一座古老 而现代化的花园城市 城区西北部的古城区 展现的是浓郁的中亚风情 其他区域给人的印象 更像是一个欧洲风格的城市 广场多是塔赤干城市的一大特色 沿卡里莫夫大街一路西行 伊斯马特教授带我们来到 道路最西端的友谊广场 那这个友谊广场的历史有多久了 当时为什么要修建这样一个广场 友谊广场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很大 面积有11600平方米左右 这个友谊广场是我们还记得1966年在4月份在塔赤干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地震之后很多住宅新城楼被毁了 然后那时候苏联的15个供货国都来给我们帮助 1966年4月26日凌晨 塔赤干发生八级地震 城市被夷为平地 数十万市民在震灾中云南 为了纪念这次灾难 在塔赤干还建造了专门的雕塑广场 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 人类团结一致抗灾保家园的精神 至今震撼心灵 灾后重建过程中 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伸出援手 把塔赤干建成如今这样一座 中亚风情与欧洲风格并重的城市 塔赤干终结了 变成了这么好的一个现代的城市 为了纪念那时候的整个过程 乌兹别克斯坦那时候的苏联政府 也给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政府 决定在塔赤干中心 建这样的一个游艺广场 没有比生活在游艺之中 更美好的事情 乌兹别克斯坦诗人 纳维尔的这句名言 在乌兹别克斯坦广为流传 游艺广场 印证了乌兹别克斯坦人 对于友谊的珍重 广场上的这组人物群雕 则让我们感受到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善良品格和宽阔胸怀 这个雕塑呢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 从这个欧洲的苏联 西部的很多国家的人啊 这个疏散到苏联的各个地方 一部分呢 疏散到乌兹别克斯坦 那时候其中啊 150万个人疏散到这个中亚 其中呢 很大部分疏散到了塔什干来 我们这儿有一个家庭 阿克巴尔夫 是他的爱人 两个人 他本来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铁匠 他们收养了 树上的15个孩子 收养了15个孩子 收养了15个孩子 其中有 德国人也有 各个民族 俄罗斯族 德国族 白俄罗斯族 乌克兰族 波兰族 苏联的西边的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 15个 他们收养了15个孩子 还有一个家庭 他们第一副家庭 收养了13个孩子 伊斯玛特教授介绍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 有着福威气困的精神 28个战争期间 失去亲人的孤儿 在这两个乌兹别克斯坦家庭 获得家庭的温暖 健康成长 这种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大石干并不少见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夫妇 收养了来自不同国家的 15个孤儿 那这些孩子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些孩子一部分 你早就取舍的 一部分 现在就在都联地国家的 各个国家 去年他们都来到这儿 他几乎各两天 或者有机会的话 每年来到这儿 剩下的 还活着的 还是去世的孩子们的孩子 现在还在 他们都集合在这个地方 这个纪念他们的父母 纪念这个世代 纪念他们的祖辈的 这么善良的这两位 沙马哈姆德夫家庭 一座广场 连接乌兹别克斯坦 历史上的两段记忆 踏实感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 不仅是宽阔的街道 优美的风光 这里还是一个 充满温馨的城市 如今的友谊广场 也是当地人 休闲的主要场所 采访期间 我们遇到了 住在广场附近的 乌兹别克斯坦 祖孙三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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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方便跟你们聊几句吗 几岁了呀 滑得那么好 一千岁 大的是七岁 小的是两岁半 就是姐姐带着弟弟在这边 他住在这个楼房 就住在这边 他就三三步 滑了一圈回来了 好可爱 两岁半 姐姐也打个招呼 在和老人的交谈中 我们了解到 乌兹别克斯坦人 和中国人 有不少相似之处 比如热爱家庭 喜欢孩子 还有老人帮子女 带孩子的传统 想问问您 您对中国了解吗 有没有去过中国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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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讨论 那对中国有多少了解呢 从电视上面都了解了哪些信息 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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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大的 世界 最大的 世界 最大的 富有 技术 我认为 世界 第一 因为家里广场不远 老人还热情地邀请我们 去他家做客 他很喜欢和你们多多聊 和你们多多地 向你们了解中国的情况 他非常愿意 所以有机会来他的家一起合场 您太热情了 谢谢您 我们很感谢 我们来到这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走在大街上面 会有很多当地人 跟我们很礼貌地打招呼 今天又遇到了您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 乌兹别克人非常的热情好客 也希望您有机会 能够带着家人 一起到中国去看一看 谢谢 很高兴见到您 一条大街 临接起两个广场 从提摩尔广场到游艺广场 两段偶遇 让我们结识了热情好客的 乌兹别克斯坦人 因为还有接下来的拍摄 我们没有到麦和拉家做客 但是 此刻却拉近了我们与塔石干 这个原本陌生城市的距离 在这里 我们感受到的 不仅是太阳城阳光的明媚 还有属于这个城市的温情 走在塔石干街头 很难看到出租车的身影 公交车也并不多 伊斯玛特教授介绍 塔石干人出行的首选交通方式 是乘坐地铁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塔石干 伊斯玛特教授专门抽出半天时间 陪我们乘坐塔石干地铁 了解塔石干 一彩分成的地下世界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 塔石干地铁一号线的 独立广场地铁站 其实一走下这个独立广场地铁站 给我的感觉和 北京地铁一号线的 天安门东站和天安门西站 是很像的 因为它这个通道很宽敞 而且这个地面是大理石的 墙壁也是大理石的 给人一种很简单庄重的感觉 对 我也去过中国 中国的这个北京池站的 有一些池站差不多 建就差不多 这个墙就是苏联的时候建的 所以这个墙呢 作为一个塔石干市中心的 比较好的 比较结实的一个 好看的一个地铁站 塔石干地铁开通于1977年 是中亚地区最早的地铁 目前开通运营的有三条线路 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是地铁的票价吗 这个票价 你看一个人要付1200苏目 1200苏目等于中国的一块苏目 一块钱 一块钱人民币 一块人民币左右 那这就是一个地铁的通票 无论坐到哪一站都是这个价钱 对 就是一样价格 这个我们国家的统一价格 统一价格 统一价格 来两张 两张 谢谢 圆形的地铁票 塑料 是透明的 这个地铁票做的呢 还是比较精致的 蓝色透明的票 其实这个地铁票和中国南京 还有一些广州一些城市的 这个地铁票是很像的 中国有些城市 我也以前看过 那个类色的透票 塑料票 塑料票 圆形的 然后投币的 因为拍摄期间已经过了上门高峰 车站里非常安静 地铁入口的一侧 我们还看到里台新设置的自动售票机 这个地铁呢 现在乌斯贝克斯坦呢 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所以这个地铁 这个属于我们的地铁路部嘛 铁路部也进行做很大的改革 所以我那个地铁站里边要安装这样的一个设备 在我们这儿可以用新的房型买票 就是自动售票机了 自动售票机 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是人工售票 已经投入使用了吗 我们刚刚开始 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了有三种语言 三种语言都有 你无数别可以语 俄语和英语 你可以选择任何其中一个 我点击一下英语 英语的你看出现了 这是购票的数量 数量呢 要付多少钱 钱 所以你可以按 现在我们要买两张票 如果要买两张票 这边是现金支付 现金还有刷卡 刷卡支付 那就我们算是一个 现金付钱 两张票一共有2400出录 伊斯马特教授介绍 地铁站里这台 刚刚投入使用的自动售票机 是乌兹比克斯坦 改革开放力度 加大的一个缩影 而我们在地铁站里的采访 能够顺利成型 也得益于乌兹比克斯坦的 改革开放政策 因为它是干地铁 以前并不对媒体开放 2018年6月开始 媒体提出申请后 才可以拍摄 这两侧是双向行驶的列车 双向行驶 真的很漂亮 其实走进这个站台 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宫殿一样的 上面的这个吊顶是 非常的漂亮的 这都是什么风格呀 这个风格苏联时候建的 这个风格有一点 零零哥勒的有一些宫殿 特色 那在塔什干这边的每个地铁站 都是这样的吗 塔什干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算是苏联时候 最漂亮的地铁就是塔什干地铁 每个车站有自己的特色 互相不一样 很多苏联的时候 也很多人来 欣赏塔什干地铁 塔什干地铁建设于苏联时期 独立广场站的地面和两侧墙壁 装修装中古朴 头顶的吊灯浮雕 看上去典雅滑贵 兼具俄罗斯风格和乌兹比克斯坦风情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这些都是俄罗斯风格 中间的这个雕刻的那种 也是一种乌兹比克特色的艺术 用乌兹比克旋游的这些花 这些花的样子来 一个一个雕刻出来的 很漂亮 就是在中间这边 我们看到的一些浮雕 是花朵的图案 对对 花朵的图做出来 踏实干地铁营丽程39.2公里 三条线路设有29个地铁站 随伊斯马特教授 我们走进一辆 驶入站台的地铁车厢 这个车厢走进来 我感觉也是比较有年头了 对 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这个车厢 已经20多年了 20多年了 20多年的车厢 你看演示也不一样 有的地方蓝色 这个地方 这个门是像门换的 那个门是我们国家自己寻常的 这个整个车厢是俄罗斯进口 而且我发现这个列车行驶的速度是很快的 对 提速非常快 速度比较快 很方便 我们算这个塔什干的地铁交通帮助 最旁边的一个地中交通 那当地人呢 更多的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帮助出行 比如说我也想去别的地方的话 旁边的话 我去的那个路线 有地铁的话 就能走地铁去 最快捷 最快 最方便的一个路 最方便 最快 而且我们夏天很热 一下来 三两块这地方 非常舒服 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们还是算在地铁 塔什干地铁一号线 往返于塔什干东部 伟大的丝绸之路站 与西南部 阿尔马扎尔站之间 我们乘坐的这档 西行地铁列车 下一站就是地铁一号线 和岸号线的换乘站 现在到了我们的换乘站了 我们在这里要换乘 另外一条线路 另外一个线路 这个是叫做 帕特格 帕特格 这个发现成韩语 叫棉花地铁站 棉花地铁站 棉花地铁站 如果发现的话 你看都是棉花的那个样子 在这个旁边 这是 这是一些马赛克的 一些瓷砖 切上去的 白色都是棉花 正在正开的时候 这是他们画下来 因为苏联的时候 三百多万吨棉花 我们做棉花 主要棉花生产地点 所以为了纪念这个棉花 这样一个国家的象征 我们做出来了 这样一个地铁型 果然是 在塔士干 每一个地铁站 都是不一样的 来到这边 顶部就没有太大的特点了 但是主要是在这个两侧 有的顶部有变化 有的这枪 枪上有变化 各种各样 棉花是乌兹比克斯坦 最主要的经济作物 发源于天山 和帕米尔高原的两条大河 阿姆河 西安河 流经乌兹比克斯坦 大部分国土 为奴业灌溉提供了 丰富的水源 因为棉花产量高 乌兹比克斯坦 有中亚白金之谷之称 从棉花站下车 可以换成塔士干 地铁暗号线 和中国的地铁不同 塔士干地铁 同一换乘站 不同的线路 名称并不相同 二号线 用乌兹比克斯坦著名诗人 阿里舍尔 纳沃伊的名字命名 纳沃伊是乌兹比克斯坦 中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 思想家 他写了五本有名的书 那我们在墙上看到的这些浮雕呢 每个是每个是一种书 它其中有一本书叫 《法克斯坦》 《法克斯坦》 这个《法克斯坦》的一个中国的小伙子 爱上了亚美尼亚的一个漂亮的女的 和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爱情的故事 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 曾经马王爷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想掌握这事的话 应该去中国学习 阿里舍尔纳沃伊出生于1441年 是天摩尔帝国时期的著名诗人 也是乌兹比克斯坦语的创始人 乌兹比克斯坦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 纳沃伊在创作诗歌的同时 还把古典音乐穆卡姆 编制出纳瓦穆卡姆的旋律 对乌兹比克斯坦文化 以及中亚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那刚才您提到了纳沃伊的一个诗句 如果你想得到真实的话 你去中国学习 那在您看来 纳沃伊写出这样的诗句 是不是和当时的古丝绸之路是有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 你看现在呢 大部分丝绸之路 你看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多多 和中国的年轻人和乌兹比克的年轻人 交流 互相学习 交换经验 随伊斯玛特教授离开换乘大厅 我们来到塔什干地铁二号线 地铁二号线 从塔什干东南到西北贯穿城区 因为是换乘站 这里客流量明显增加 阿里什尔纳沃伊站 曾经被收入世界最美车站名录 和之前两座地铁站不同 这里的穹顶更有特色 这个穹顶上面看到这些很漂亮 精美的图案都代表着什么 这个代表乌兹比克人民的特色 你看这个都是像茶湾 乌兹比克民族像中国人一样 喜欢喝茶 所以这个倒茶泡茶 倒茶有自己的也是一种文化 所以像中国一样 我们也是一种泡茶的艺术 所以这个艺术我们现在拿到 这个地铁站 这个车站的这个红色来 你看都是茶碗 而且每一个有自己的特色 你看都是这个面花 面花 我们就是这个把面花 划上的面花 还刚刚准备砍 打开的那个面花 你看都是面花 所以我们这非常有名的是 面花茶碗 塔石干地铁发车间隔为三到四分钟 快速高效 不仅是塔石干人上辖班的主要交通工具 外地游客来到塔石干之后 也喜欢乘坐 乘坐二号线 一列开往西北方向的地铁列车 我们来到乔尔苏展 这就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了 乔尔苏 乔尔是波瑟语四个意思 乔尔是防箱的意思 四个防箱 来到乔尔苏这个站呢 感觉它的这个站内就比较简单一些 没有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么精美 然后在这个两边看到有很多的广告牌 像这边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个手机品牌的广告 那是不是这边广告牌变多了和一出去就是这个乔尔苏提示有关系 对对这个因为你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刚到别的车站 人不那么多 第一个人流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很多人来到这儿 上市场上边是市场选择 买东西然后下来往各个地方走 所以人多人多的话 这个做广告也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这做广告的人 这个公司也经常来到这儿 做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广告 地铁乔尔苏站上方 就是塔什干古老的乔尔苏集市 乔尔苏集市 当地人也把它叫做圆顶集市 远远望去 乔尔苏集市巨大的圆形穹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我们看来 如同它的波斯与名字一样 更加贴合这座清明古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乔尔苏 连通四方 来往穿梭的行人 热闹繁忙的街道 这个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往来的窗口 历经千百年 今天依然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富同乡 有温辩封 得八百万 还有 不 未尽 那个 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个家园 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